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高兴再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是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这是保罗写给铁撒罗尼加教会信徒的一封教导和鼓励的信 这间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步道旅行时 在欧洲建立的第二间教会 教会建立之后保罗他因为受到逼迫不得不要离开 铁撒罗尼加教会就成为一个没有牧者照顾的教会 保罗他离开之后心里一直挂念着这间教会 也透过许多的同工来关心这些教会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然后写信给教会教导和勉励他们 在第二章第四节保罗他表明 他和同工们能够成为上帝传福音的工人 是经过上帝试验的 然后从上帝领受了传福音的重责大任 他们的角色就和旧约中的先知很像 也就是要把从上帝所领受的话语和真理传达给众人 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 保罗他进一步强调 作为上帝所拣选的工人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上帝忠心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他这么说 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记得有一家快递公司的广告词是使命必达 希望能够营造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司形象 我想作为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也必须要有使命必达的决心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要有绝对忠心的态度 保罗强调所谓的忠心就是完整传达上帝所托付的 不能够靠自己的想法来增加或减少 更不能为了要讨人的喜欢而改变了上帝的托付 用快递员来做例子 客人要你把包裹送到台中 你就不能制作主张把它送到台南去 客人要你把一盒水果送去给对方 你就不能制作主张把水果换成蛋糕送过去 我们看保罗他一生传福音的精神 真的就是忠于所托使命必达最好的一个写照 他为了要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 他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 即使是必须牺牲生命 他也在所不惜 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学习保罗对上帝 绝对忠心的态度 能够一起成为讨上帝喜悦的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